什么叫做佛的状态 就是一个抉择 一个对所有物质 事物本质通透了解 通透了解 而且呢 这个通透了解 可以完全内化到 行为里面的 我们叫做觉行 觉造跟行为呢 都能够圆满的一个状态 叫做佛 好 什么叫圆满 圆满不是说 你把你自己画一个圈圈 圆满是你能够融入 任何的状态 因为你对任何状态 都能够寥寥分明 而且你是平等心在对待的 好 所以你到任何的状态 碰到任何的境界 是不会被吓到 也不会有起伏的 一直都在那个 那个寥寥分明 非常非常清楚明白的状态 好